一直坚持训练 后来呢发现呢 他的这个左脚的第二脚趾头 烂了 以后呢第三个脚趾头也烂 最后这个右脚也烂 后来我们就到我们那个 沈阳解放军463医院来看病来了 谷歌当时给他看了 最后决定一条截肢 就是大家可想而知哈 一个20岁的一个年轻的战士 把他这个脚 把他截掉了 对于他意味着什么 一个兵是不能当了 残疾啊 第二就算把他这个复原转业回家 或者并退 他是一个终生的残疾 他将来他的事业在哪 他的家庭在哪 是当时他的爸妈妈来了之后啊 妈妈就跪到地下就是一个哭 我说我反正现在有这么一个技术 但是血栓必顺性脉管炎 我一次也没做过 就说按照我的这个经验 也许治疗好了 他会保住这个脚 也许无效 无效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不会不会给他加重他的病情 好了的话 他就是像秦大手底下中牛痘的第一个小孩一样 对呀对呀 结果这个小伙子 这个不但媚接之人 还提了个士官 报道 严认为出现 相机报道 是 挺好的 包括咱们这个 这个 这个体板上的这些 这些个病 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但凡有办法 是吧 不需要这样 这种高薪技术去做 简单的用几片药 打打针就完了 大家也就做了 这应该说是也是被逼出来的 对 对于临床一线大夫来说 当面对这些疑难病症患者时 有一种与病魔抗争到底的责任 他们会想尽办法 尝试各种方法救死扶伤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 干细胞作为治疗疑难杂症的新技术 它的有效率是多少 有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证明 这两者中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矛盾 还有考虑到它临床的有效和有没有副作用 那么这个临床上它有很多方案 每一种疾病都不同的方案 所以这就需要一个临床研究 那么大部分的研究啊 现在很多人没有治疗它就治了 治了这个有效那有效它主数很好 但是呢一个病的治疗 是不是有效它需要一个系统的研究 大部分的科学的研究 就叫随机伤盲对照的试验 是都采用一个标准 所有的病人采用的标准 同时我还有一份是干细胞 还有一份外观坐是跟干细胞 治疗一样 安慰剂 然后病人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 医生开处风了也不知道谁什么 最后整个一组病人出来 得出一个很好节 来能判断它是不是有效和无效 关于这个严格的正规的 对比的这个临床试验 对比的 好